朋友们你敢相信吗 现在只要你提供一张起始真图片和一张结束真图片 AI就会自动获取提示信息创建出动画影片了 可以看到生成的结果背景非常稳定 AI捕捉了两张图片的差异 理解了女孩手上发光的物体 生成了光源的动态向外移动 脸部的细节和奶孩靠近的手非常自然 而且有物理逻辑 也没有扭曲的奇怪画面 可以说这是人工智能在动画领域的一个突破 最重要的是 今天我还要分享给大家 怎么样创建指定角色的动画 动画的主角甚至可以是你自己 并且我还会告诉大家 怎么样创建角色的不同表情和动作 怎么样扩展前冲场景画面 最后做出效果可控的动态影片 先给我点点关注 马上带你上车 今天会展示生成两种不同风格的动态影片 一个是把我自己作为主角生成动画 一个是制作不同表情姿势生成真人影片 OK打开Styler.ai网站 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它是一款可控的图像设计工具 可以变更图像风格 改变替换图片中的元素 扩展图片等等 OK点击右上角Login登录按钮 可以使用邮箱和密码登录 也可以使用摄像媒体账号登录 登录成功来到主页 点击一下Select a photo按钮 上传我的一张照片 页面就跳转到了Stylerize风格化的编辑面板 在这里可以把我的样子变成一个动画角色 在Log Style风格这里点击一下下拉框 All Styles这里是全部的风格 这个动画风格不错 点击选中 这里是提示词输入框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可以填写在输入框里面 Style Intensity是风格强度保持默认值 如果太高的话可能就不像我的样子了 Structure Match结构匹配可以调高一点 把滚轮往右边拉到0.8左右 生成的图像就会跟圆图角色的动作表情一致 Color Match是颜色匹配 如果圆图色彩比较丰富 可以打开颜色匹配 Face Match是脸部匹配 打开之后生成的图像即使是不同的风格 但脸部是相似的 因为我这张照片的背景是空白的 所以我想添加一个蓝天 那就在提示词输入框这里填写Blue Sky OK 没有问题 拉到最下面点击一下Stylerize按钮 我们的结果会在页面的右边生成出来 一共生成了4张图片 跟我的样子很像 这就是我的动画角色了 OK 我喜欢第一张图 在下面有一个下载按钮 点击一下把图片下载到本地 OK 开始针的图片有了 我再生成另外一张 作为结束针的图片 点击右上角Loyals来到图层页 图像的旁边有个删除按钮 点击一下 就把这张图片删除掉了 然后再点击上传我们的结束针图片 左边的设置不变 结构匹配这里同样是拉到0.8 同样打开面部匹配 点击确认 OK 同样的右边也生成了4张图片 第二张图片不错 点击download下载下来 可以看到如果不是付费会员 在这里生成的图像 右下角会有水印 接下来告诉大家一个免费 但是效果非常好的去除水印的工具 打开playground网站 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登录成功之后 点击右上角create按钮 来到最左边点一下Kivas画布面板 如果你找不到Kivas画布面板的话 也可以点击自己右上角的头像 来打开Kivas画布面板 playground是一款图像生成工具 在这里可以文本生成图像 也可以导入本地图像 进行免费编辑和扩图 来到中间的第一个功能 导入图像 点击一下 然后选择from computer 找到我们刚刚做好的图片 点击确认上传到画布面板 然后点击上面的 橡皮擦功能 选择第一个 simple eraser 调整橡皮擦的大小 然后把图片水印的地方擦除掉 OK擦除完成 按一下键盘的G键 就把蓝紫色的生成框掉出来了 原理就是把生成框拉到水印的地方 进行扩图填充 来到空白的地方按住键盘的空格键 可以移动整个画布的位置 生成框的下面有一个输入框 是可以输入提示词的 不填写的话 AI会自动根据生成框 框柱的内容进行填充 OK点击下面蓝色确认按钮 很快我们擦除的地方就完美填充好了 按住键盘的control键可以放大画布 可以看到原来水印的地方 完全没有任何的痕迹 OK点击一下图片 图片的左上方有一个下载download按钮 点击一下把图片下载下来 同样把第二张图片导入过来 擦除掉水印重新填充生成 非常好看 这个功能特别实用 免费扩图并且不会降低图片的质量 可以把近景扩展成远景 也可以把图片上你不喜欢的东西 重新填充扩展成指定的场景元素 这样后期我们生成出来的影片会很有镜头感 后面操作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 OK现在我们开始创建动态影片 打开TomCraft 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它是一个插入图片作为关键帧 来生成影片的工具 和我们经常说的图片生成影片是不一样的 这里有一个例子我们看一下 首先这里可以输入Prom提示词和LegativeProm否定提示词 然后下面就是影片的尺寸设定 再往下可以看到Image 1 也就是图片1 这里的图片是可以导入电脑里面的图片 可以看到这一帧图片的主角是望着左上方的 OK往下是Image 2 图片2 它就开始往前面看了 再下面是第三张图片 主角开始看向右边了 而下面我们可以继续上传最多10张图片 作为影片的关键帧 这三张图片就是一个从左往右转头的动作 下面还有颜色矫正和种子号设置 OK点击Run的话呢 它就会生成右边的一个影片 我们往上翻 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从左往右转头的一个动画了 可以看到现在的AI影片效果就更加可控 OK我想生成一个16比9的影片 它的宽度最大调到768 那么对应的高度就是432 OK把我刚刚做好的两张图片上传过来 作为影片的起始帧和结束帧 点击一下这个上传按钮 再点击Upload 导入图片 OK我们的开始帧图片上传好了 Image2这里呢 同样的操作 导入第二张图片 同样的如果您有第三张 第四张 第五张 第六张 都可以上传过来 如果没有的话 就点击这里的Clearify 清除一下 因为我上传的两张图片是有不同的 包括角色的发型 衣着背景 所以勾选打开颜色矫正 当然最好是保证上传的图片 角色和场景一致 这样生成的影片呢 才会顺畅自然 我们先点击Run 运行看看结果 后面再教大家怎么样制作一致角色和场景 OK来到上面等待影片生成 可以看到 如果两张图片差别太大的话 生成的结果呢 会很突兀 接下来我们制作一致角色的图片 比如不同的视野范围 比如不同的表情动作 OK回到Play广画布面板 我们用这张图片 扩图做一个远景镜头的图片 可以看到图片的四周呢 是有黑边的 需要先擦除掉 点击最上面的橡皮擦按钮 调整橡皮擦大小 把图片的黑边都擦除掉 OK点击键盘G 调出生成框 拉到这个位置 我想扩展一下图片的右侧 点击下面Output 扩图生成更广阔的背景 同样操作把左边缺失的背景呢 重新扩展填充 OK点击一下图片 左上角Download下载下来 回到Tom Croft 同样生成一个16比9 768乘以432的一个影片 图片1导入近景的图像 图片2导入刚刚做好的远景图像 可以看到这张图像的尺寸呢 不是16比9 右击打开方式 用电脑里面可以截图的软件 打开图像 最上面编辑图像 裁剪成16比9的尺寸 OK 右上角点击保存 插掉 可以看到图像的尺寸呢 就是16比9了 OK点击Clearify 清除掉多余的图像 同样的打开颜色矫正 点击下面Run运行 回到右边等待结果生成 可以看到效果非常好 真的就是摄像机在前面 录下了一段Vlog的感觉 角色的嘴巴呢也动了 OK 下面点击Download下载下来 我们还可以让角色 有不同的表情和动作 回到Styler.ai网站 点击黄色按钮 导入我们的模特图片 我想要改变一下模特的表情 来到左边Local Edit 本地编辑功能 是可以定向改变图像中的元素 比如红色蝴蝶变成了蓝色蝴蝶 OK 点击一下 来到中间图片这里 单击Brush画笔功能 把模特的嘴巴涂上 选中模特嘴巴的区域 在左边输入框里填写标记区域 我们想要生成的内容 比如我想改为模特正在微笑 所以就填了一个Smile 风格这里是不需要变更的 下面控制方法可以选择Prom 以提示词为准 Balance平衡 或者以图片Image为准 那就选择Balanced 然后点击黄色Stylerize确认 同样右边会有四张生成的结果 可以看到下载旁边的按钮是Compare 点击一下就可以对比出圆图和生成图的一个区别 可以看到模特就笑起来了 OK 这张不错 点击Download下载下来 这张就笑得更开心了 同样下载下来 接下来就是把水印擦除掉 来到Playcom画布面板 按住键盘的空格键调整画布位置 在空白地方把我们刚刚做好的两张表情图导入进来 橡皮擦擦除掉水印区域重新生成 跟之前的步骤是一样的 OK 回到Tom Crafter 这次就生成一个9比16尺寸的影片 我们一共是有三张图片 一开始模特是没有笑的 第二张图片开始微笑 第三张图片笑得就比较开心了 OK 点击下面的Run运行按钮 来看一下生成的结果怎么样 OK 放大播放给大家看一下 OK 三张图片生成了一个4秒的动态影片 可以看到模特除了嘴巴在洞之外 他的眼睛和头部也有轻微的动作 可以说这个效果就非常可控了 如果你已经迫不及待也想去试试 那别忘了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成果 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未来我也会继续分享最新的AI资讯 以及相关应用教程和行业更新 记得点赞订阅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你想要看的内容了 我是小发 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